好不容易来了傅良爷 可是碰到下雨怎么办呢 没关系 胖狗可以带你来一个蜜汤哦 就是吹上温泉露天风吕 这个是公泽里会泡锅的汤哦 吹上温泉露天风吕 是富良也唯一的混运蜜汤 所以很多汤客会专程跑来这里泡汤 它距离上富良也车站只有25分钟车程 但是巴士班次很少 建议开车来比较方便 停好车穿过一片树林小径 听到一片流水声 就会抵达这个充满野趣的露天风吕 吹上温泉露天风吕有两个池 旁边就是瀑布山崖 虽然是混运 但是可以穿游泳衣下去泡 所以女生不用担心会不好意思 当胖狗向我的外甥女长腿妹介绍说 这是公泽里会在来自北国这部连续剧中 泡过的汤哦 泡了它 你就会像公泽里会一样 肥泡泡又咪咪 没想到长腿妹竟然说 公泽里会是谁 你看 竟然连公泽里会都不知道 这到底是世代差异啊 德产里会 这里的更衣室很简陋 一顶帐缝一块木板就是更衣室 这才叫做蜜汤本色啊 你们这一群人为什么都真的散战着 在下雨啊 它会叫我散啊 水温 很烫吗 好舒服哦 水温烫不烫 刚开始泡不觉得烫的水温 没想到泡了一会儿就觉得越来越烫 原来这里的水温高达47度 所以没有办法在池子里泡太久 不过泡完汤还真的蛮舒服的 其着分多斤 即使是夏天也是凉风徐徐 泡完了汤肚子也饿了 大家票选说要吃牛排 我们就来到了千代田牧场 千代田牧场附设的餐厅人气很旺 很多观光客都特地跑来这里吃午餐 因为这里主要贩售的是 美因以天然牧草苦物饲养的健康和牛 有牛排或是汉堡排 我们当然全部都点了牛排啦 我们现在要吃两种牛排 第一种呢 这一块是最贵的 本日的 Ossissime 据说是这个餐厅里面 最推荐的西小部位的牛排 然后也是最贵的 吃吃看 非常有嚼感 不油 可是还算多汁 然后吃吃看这个 沙朗 看起来煎得比较熟 沙朗 可能是因为沙朗的油脂 比较多的关系 所以呢 生起来更juicy 然后呢 也感觉比较嫩一点 推荐大家 要来点沙朗 这块西小的部位 其实就是菲利 掉价4000多日币 却没有想象中的柔嫩 所以胖狗建议来千代甜牧场 不用吃到这么贵的牛排 便宜的汉堡排 或许是比较聪明的选择哦 嗯 欸 可是 在这里 有点免得 看起来 好 咱们 火锅 你 你的免得 有点免得 你 有点免得 你 有点免得 有点免得 好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